8月1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在乌鲁木齐召开新闻发布会 针对美国将新疆采取的反恐去极端化措施、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做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表示 美国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强制节育、代际隔离的帽子 最后宣称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美国的对话焦虑在涉疆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无理取闹、恬不支持的程度 徐贵向表示 美国在灭绝种族、种族歧视、好战、干涉他国内政 对待恐怖主义双标、强迫劳动 监控隐私、制造骨肉分离、漠视生命 制造谎言等十个方面表现五毒俱全 却无视新疆人民生活改善 民族关系和谐 宗教领域和睦和顺等发展成果 一味抹黑、用心险恶 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吾勤说 美国有数百年贩卖、虐待和歧视黑奴的历史 美国奴隶主从黑奴身上压榨的劳动价值 以限价计高达14万亿美元 直至今天 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从黑奴变成了外来移民 过去五年美国所有五十个州和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都报告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范围的案件 每年从境外范围至美国同时强迫劳动的人口 多达十万人 根据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统计 美国至少有五十万人遭受现代卢狱 并被迫劳动 新疆大学教授卓利亚提·司马懿介绍 媒体报道60%的美国非洲裔认为 他们经常在求职和购物时被歧视 在住房申请、贷款办理、保险领取的问题上 所受歧视更是屡见不鲜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美国各地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也在加剧 警察暴力地图网站数据显示 2020年美国警察共枪杀1,127人 其中只有18天没有杀人 非洲裔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 却占被警察枪杀人数的28% 非洲裔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三倍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 2020年9月17日报道 一项针对美国亚裔年轻人的调查显示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魏东表示 美国号称宗教信仰自由 但实际只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同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 却长期受到排挤 限制 甚至禁止 美国从立国那天起就系统性迫使穆斯林放弃宗教信仰 20世纪之前的美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 仅从非洲被贩卖至北美的黑人奴隶中 穆斯林就占10%到15% 然而由于严厉的宗教迫害 他们很难保持自己的原有信仰 多数人不得不最终改信基督教 其后代也不再自我认定为穆斯林 至今美国国内的穆斯林始终被视为不受信任的外来人 更有甚者 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竟然常常把穆斯林群体 与恐怖分子划等号 祖利亚提司马懿说 美国频频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他国指手画脚 而面对本国边境屡屡上演的科代移民 骨肉分离等人道主义危机却轻描淡写 甚至避而不谈 彭无勤表示 恐怖主义是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 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和对恐怖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器的行为 是对国际反恐事业最大威胁 近期 美国少数反华议员声称将推进涉疆法案惩罚进程 以便美政府对新疆侵犯穆斯林人权行为实施制裁 徐桂向表示 美国动辄依据其国内法 实施长臂管辖 域外制裁 已经成为美打压外国实体 干涉别国内政 甚至颠覆他国政权的霸权工具 长臂管辖 已经成为美国打压外国实体 干涉别国内政 甚至颠覆他国政权的霸权工具 美国为保住世界霸主地位 频繁地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肆意挑衅其他国家的主权 任意侵犯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公民的权益 严重破坏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严重践踏了国际秩序 徐桂向说 美国这种霸凌行径 已经遭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和普遍批评 derivative 三较 二次 二 二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